吉隆坡纪雪兰儿中华大会堂星期三举办欢庆 成立100周年晚宴 以主题成百年功创千秋叶 在妇女组24节令鼓声中 还有33年历史的龙雪华堂合唱团的悠扬歌声中 正式拉开序幕 100周年晚宴上郑商和华团代表集集一堂 与会嘉宾包括中国驻马大使欧阳玉静 民主行动党全国顾问兼交赖区国会议员陈国伟 雪州行政议员黄思汗 以及华总总会长吴天权等人 在将近90年历史的大会堂建筑中 共襄盛举欢庆龙雪华堂成立100年 会长颜登毅致辞中也承诺 龙雪华堂将与马来西亚华社民众紧密联系 发挥影响力 龙雪华堂一路走来以赖银客社团 作为我们的后果 龙雪华堂始终一步被站在一起 半晚我们能够风雨同舟 不宜社会脱节 不辜负华盛的期盼 传承而发扬龙雪华堂的奋斗精神 和文化遗产共创千兄伟业 走过百年岁月的龙雪华堂 一路上更少不了相伴左右 无私奉献的会员 晚宴上也颁发长期服务员工奖 给服务了47年的蔡美霞女士 以及22年的蔡美莲女士 最后龙雪华堂董事青年团 还有妇女组共切生日蛋糕 与会员民众敬茶住酒庆贺100周年 就如会庆主题 成百年功创千秋叶 继续发挥影响力 传承华社历史文化